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8日 星期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美加快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很不幸的消息还是来了 飓风米尔顿爆炸性增强 风速达到175英里每小时 这已然是5级飓风的级别 约和台风17级 属于陆地上难以出现的风灾 目前 米尔顿在穿越墨西哥湾时不断加强 此时此刻 只能为即将迎接飓风的佛州祈福 预计 其将于周三上午以5级飓风的形式登陆佛罗里达州 它将比刚刚肆虐美东东南地区的海伦飓风更加可怕 危险的风眼和眼墙可能会在从Cedar Key到纳布勒斯之间的任何地方登陆 包括坦帕或Footmires地区 已有600万居民受到飓风监视警告 许多人被命令强制撤离 同时令人震惊的I模型显示 飓风的致命路径覆盖了佛罗里达州的大片地区 资深气象学家大卫哈特曼·David Hartman在临近密西西比州的WAPT工作 他警告说 飓风米尔顿将成为佛罗里达州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然灾难 最新消息显示 坦帕地区可能会受到15英尺风暴潮和175英里每小时风速的袭击 疏散命令于周一上午10点开始执行 随着当地居民开始逃离 各处汽油和出佛州航班销售已空 此前 该地区大部分地区仍在从飓风海轮中恢复 忧心冲冲的当地居民担心密尔顿会摧毁在上一次风暴中严重受损的财产 坦帕湾海盗队的主场Tropicana Field球场已被改建成一个临时避难所 供被命令离开家园的西部居民使用 据悉 五级飓风意味着会给社区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很大比例的框架房屋将被摧毁 屋顶完全坍塌 墙壁倒塌 倒塌的树木和电线杆将隔离居民区 停电将持续数周甚至数月 大部分地区将在数周或数月内无法居住 在美国有记录的历史上 此前只有四次五级飓风袭击过美国本土 包括2018年袭击佛罗里达Panhandle的飓风Michael 就在两周前 海伦飓风刚刚袭击了佛州 虽然当时坦帕湾不是登陆点 但是对于当地已经有一定影响 一位居民在社交网络上写道 如果风暴潮和上周一样 坦帕就要完蛋了 人们看到美国国旗倒挂在墨西哥湾沿岸金银岛的一栋住宅外 这是国际求救信号 预计飓风将首先袭击该地区 在周一上午播出的修修一特秀采访中 前总统川普批评副总统贺锦丽在南部边境的政策 并暗示无证移民有坏基因 川普说 当你看到她贺锦丽提出的建议时 你会发现这些建议太离谱了 她自己都没有头绪 允许人们进入开放的边境 其中1.3万人是杀人犯 她告诉保守派电台主持人修修伊特 他们中的许多人谋杀的人远远不止一个 他们现在快乐地生活在美国 谋杀我相信这在他们的基因之中 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坏基因 川普的竞选团队发言人莱维特·凯莱兰·莱维特迅速回应称 川普所指的是杀人犯 而不是移民 川普关于无证移民存在暴力倾向的说法是他针对移民言论的最新升级 他在竞选活动中一直使用这种言论 保证如果他赢得总统大选 会将无政客大规模驱逐出境 NBC新闻指出 川普所引用的1.3万名杀人犯逍遥法外这个数字具有误导性 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爱死在9月份告诉国会 有1.3万名被判犯有杀人罪的移民未被关押在爱死拘留设施中 三名执法官员告诉NBC新闻 这个数字没有进入在州和地方监禁机构被拘留的移民 此外 其中许多人在拜登担任总统之前就已跃进 包括在川普担任总统期间 移民问题是贺锦丽的弱点之一 纽约时报和西耶纳9月份对全国登记选民进行的民调显示 53%的选民更信任川普处理移民问题 高于贺锦丽的42% 川普在讨论移民问题时一直使用贬损性的言辞 他在2016年的总统竞选中抱怨墨西哥没有送来最好的人才 自那以后 他的言论愈演愈烈 上周 川普承诺取消临时保护身份 并驱逐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 他在近期关于移民问题的表态中 多次提及与海地移民相关的阴谋论 声称他们在斯普林菲尔德吃宠物 这些言论导致当地学校收到炸弹威胁 川普长期以来一直痴迷于基因和血统 早在他进入政界之前 他就经常把优越的基因作为成功的原因 在2020年的一次反移民集会上 他告诉明尼苏达州以白人为主的人群 他们拥有良好的基因 川普当时说 你们有很好的基因 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基因有关 不是吗 你不相信吗 他引用了赛马理论 这是纳粹德国流行的一种观点 认为选择性育种可以提高一个国家的表现 2023年 川普表示 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 拜登的竞选团队 将这句话与希特勒的言论相比较 这些言论也遭到共和党议员的谴责 在刚刚过去的周末 大多伦多Brampton一处居民区中的一幕 再次掩来了围观和激烈讨论 成百上千印度人疯狂涌入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音乐 再歌再舞 遭全网狂喷 太扰民了 据称 这群印度人是在庆祝一年一度的九夜节 Navratri 又称圣母节 是印度三大节日之一 通常在每年10月举行 持续九夜十天 世界各地的印度居民都会聚在一起 庆祝这个节日 在多伦多印度人聚集的宾顿市Brampton 每逢这种印度庆祝节日 自然是热闹非凡 当地人为这个节日准备了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 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居民区举行的狂欢派对 大批印度人聚集在一起 再歌再舞的人群占据了几百米的街道 现在有多段视频都被发布到了社交媒体上 不少人都被这一画面震惊了 大家纷纷感叹 不敢相信这一幕发生在加拿大 由于活动在多伦多闹市区举办 导致很多人认为这是一定程度上的文化入侵 直接怒斥 加拿大被毁了 与此同时 此前还有一群居住在宾顿公园附近的居民 呼吁市政府停止允许在公共绿地举行宗教仪式 因为此前在今年夏天举行的一场印度庆典 吸引了几十名鼓手和参与者 联邦调查局FBI和国土安全部DHS周五在联合公告中表示 即将到来的哈马斯恐怖袭击一周年 以及持续的中东动荡 可能成为国内极端分子暴力行为的动机 为应对最近的中东紧张局势 即将到来的10月7日一周年和犹太人节日 全国各地的警察机构都加强了 对犹太和穆斯林机构的巡逻 纽约市警周一增加了巡逻次数 并预计这些增加将在未来两周内持续下去 纽约市警还将与州警合作 在桥梁和隧道执行爆炸物探测任务 并部署直升机部队进行辐射探测 洛杉矶警察局上周表示 其增加了巡逻警员 指挥所车辆和骑马部队的数量 芝加哥 迈阿密和费城的警察也加强了巡逻 FBI和DHS在周五的联合声明中表示 犹太 穆斯林或阿拉伯机构 包括犹太教堂 清真寺 伊斯兰中心和社区中心 以及大型公众集会 如纪念馆 首页活动或其他合法示威活动 是各种威胁行为者 包括暴力极端分子和仇恨犯罪者 实施暴力袭击或恶作剧威胁的诱人目标 公告还补充说 随时注意周围环境 并向当局报告可疑活动 今年初 有网友爆料 在Santa Clara见到大量警力进入一栋房屋 是发生了谋杀案 1月19日 Santa Clara警方表示 事发房屋内 谷歌工程师丈夫陈丽人殴打妻子致死 尽管陈丽人被逮捕 但是庭审却一再被推迟 这个湾区渣男杀妻案 可以说是备受北美华人群体的关注 案情进展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万千华人的申请 时间来到2024年10月4日 陈丽人杀妻案终于再次开庭 然而这次开庭时间不到5分钟 陈丽人的律师已收到来自中国的医疗记录 需要时间阅读和翻译为由 再次要求延期庭审 庭审时间再次延期至2025年1月4日 至此等到下次开庭 这起杀妻案将过去整整一年 而案情判决却没有任何进展 此前有不少人猜测 开庭不断推迟是为了减少公众关注 很显然被告方成功了 因为此次庭审 现场没有一家媒体前往 尽管庭审时间不到5分钟 但是还是透露了大量的信息 陈丽人身穿红色球衣 米色长裤和黑色鞋 但是发福非常明显 与初次露面判若两人 一度让人认不出来 陈丽人的律师施罗德 是硅谷最贵的刑事律师之一 施罗德称 陈丽人发福是由于缺乏锻炼 有媒体透露 这次庭审现场的陈丽人 可以看出明显的求生欲 他与律师多次交流 并且眼神犀利 与第一次庭审的茫然 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次庭审现场的陈丽人 也许多次庭审现场的陈丽人